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我们陕西的特色美食 老碗鱼 鱼肉吃起来麻鲜香又嚼劲 特别的下饭 大家好 我是观祥兄陈老师 咱们将这个草鱼给它清洗干净 从背部给它片开 然后给它剔下来 然后咱们翻过来 将这一面的鱼肉也给它片下来 鱼骨咱们给它剁成段 剩下的鱼头 咱们到中间给它剁开 然后咱们将这个鱼排也给它剔下来 再将这个鱼排也给它剁成块 最后咱们将取下来的鱼肉给它片成片 咱们切好的这个鱼肉和这个鱼骨 咱们加入这个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鱼骨清洗干净以后 咱们加入这个大葱和生姜 再加入一点盐 胡椒粉 最后咱们再倒上一点料酒 然后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上五分钟 咱们鱼肉的话加上一点盐 放上一点胡椒粉 再来上一勺鸡粉 加上一点料酒 打上一个鸡蛋 最后咱们放上两勺淀粉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的这种 在这个鱼上面均匀的裹上一层面活 咱们再加入一点大豆油 然后再给它抓均匀 加点油的话就是砸出来这个鱼片 更加的酥脆 油温170度 咱们下入这个鱼片 咱们这个鱼片也要一片一片的下入 防止它粘连到一块 咱们放完以后砸到这个定型 咱们给它捞出来 油温升起来以后 咱们倒入锅中 再给它覆炸一遍 这一次咱们将这个鱼片 砸到这个颜色金黄以后 咱们将这个鱼捞出来 锅中留上一点底油 油热以后 咱们下入葱姜蒜 爆香以后 咱们放点干辣椒和花椒 然后再放入这个豆瓣酱 辣妹子辣椒酱 还有它这个红酒酒火锅底料 然后给它炒香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以后 咱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大火将它烧开 煮上两分钟 麻味和辣味煮出来香味以后 咱们将这个蝉扎给它打捞干净 咱们用的这些配菜 自己喜欢吃什么菜 咱们就放什么菜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将配菜倒入锅中 腌好的鱼果 咱们也同样倒入锅中 煮起来以后 咱们给它煮上两分钟 把这个香味给它煮出来 然后咱们放入盐 味精 鸡精 胡椒粉 再来一勺鸡粉 烧开以后 咱们煮上两分钟 让这个鱼和这些菜 给它入味 菜和鱼果煮熟以后 咱们将它捞出来 然后咱们给它倒入碗中 然后垫底 接着咱们将炸好的鱼肉 也给它倒进去 然后给它煮上个两分钟 鱼片煮好了以后 咱们先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 咱们铺到这个菜的上面 最后把这个汤汁 给它浇上去 然后咱们放上一点葱花 再来上一点蒜末 咱们冲上一勺热油 放入这个干辣椒和花椒 爆出香味以后 咱们泼入碗里面 撒上香菜 咱们再来上一点芝麻 这样咱们麻辣鲜香的老碗鱼 就做好了 一看就特别有食欲 你学会了没有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 更多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